特別注意,我只是建立副本和按確定 他就會在 before 所以剛剛錄下來的有沒有就是這個 你剛剛如果把這個錄字聚集的話 這兩行有沒有 基本上這兩行就是點slate然後copy 就是兩行其實就錄下來的東西 再來我怎麼去做根據業務人員 所以游標放在什麼呢 C1這邊有沒有 然後用一個功能叫做 資料裡面有個叫移除從 從叫移除重複這個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功能在2007以後才有 所以如果你這個動作移除重複 假如要在2003執行的話 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特別注意 順便講一下移除重複 僅限於2007以後的版本 OK 那我們就是按一下移除 游標先放在這裡 然後移除重複 移除重複的話 取消全選一下 我根據業務人員 去做什麼呢 篩選 做移除重複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會 將57個重複值 保留6個按確定 也就是說最後呢 只留下業務人員有6個對不對 那 其實剛剛做的動作有沒有 就是我剛剛講 C1.slate 也就是說我有沒有放C1對不對 然後再移除重複 就是這個動作 那移除重複錄下來這一行有沒有 基本上就是什麼呢 Colents 等於3 3因為我業務人員在第三欄 OK 然後這個黑的應該 這個應該就是有沒有標有沒有那個欄位啦 其實你這樣看應該也看得懂 然後他的那個 這個動作就是叫remove remove duplicate 就是移除重複 那範圍的話我想這個應該看都看得懂對不對 所以移除重複就是這個 我剛剛錄下來的部分 錄下來的話你可以看一下應該是這樣子 再來後面因為我們有6個 6個那個業務人員 所以6個工作人員不可能反覆做6次嘛 所以我們可以用回圈 那回圈的部分要怎麼做 第一步我們一定是4回圈最後再加 一定是新增工作表 然後把那個名稱貼上去 所以基本上我做一次給我看 第一個的話就是新增工作表